据韩国媒体10月17日报道 韩国偶像歌手崔丹尼尔涉嫌买卖和吸食大麻 被判罚有期徒刑一年 韩国水源地方法院城南支院17日表示 崔丹尼尔违反毒品管理相关法律 判罚其有期徒刑一年 罚款716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4.1万元 并对其当庭居留 崔丹尼尔是韩国第一个因吸食大麻而坐牢的艺人 以往涉嫌吸食大麻的艺人都被判了缓刑 负责此案的法官表示 崔丹尼尔不仅自己吸食大麻 还参与了大麻交易 说是他人吸食大麻 罪行要远比自己吸食大麻严重 因此才特别研判 韩国艺人车胜员之子车鲁尔也在今天接受宣判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 晚期两年执行 虽然法院没有说明缓刑理由 但人们猜测车鲁尔没有参与大麻交易 并且吸食次数较少 是他能够获得缓刑的主要原因 腾讯娱乐整理报道